字幕君 廖宇 字幕君 廖宇 字幕君 廖宇 李宗盛 近年越來越多人用藝術漆代替傳統油漆 究竟良者有什麼分別 而藝術漆又能作出什麼效果 今日就帶大家來到 採漆藝術硬料公司 不如有請我們的負責人出來吧 HELLO 憑你好 各位觀眾好 相信各位觀眾都很想知道 就是傳統油漆和藝術漆之間 兩者有甚麼分別呢 一般傳統的油漆是正式 玩很多顏色 但它沒有紋理 藝術顏料正正是可以做到千變萬化的紋理 可以凹凸 肛面 瓦面 而它的抗磨能力和耐水能力 都會比一般的油漆高很多 施工方面會否有難度呢 施工方面其實一點難度都沒有 藝術顏料主要是混亂或創作自日 按照我們提供的方法 它在家裏做其實是不會有問題的 但當然有部份系列也會比較難 那些系列我們建議我們施工 如果你有信心的話我們也不介意 我現在有信心 可否教我試過 可否教我們第一個步驟做甚麼 當然可以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系列叫阿拉伯 當然有最重要的主角就是這些原油漆 你看到這個金屬的感覺 而且工具上有一個海綿 還有一個我們叫膠灰瓷 其實很簡單的就是這兩種東西 我們首先用這個海綿 先用一點油 大概是這樣的樣子 然後我們開始做第一個動作 就是用不規則的方法打圈 那大小是怎樣預計的呢 大小其實是好看比例的 譬如現在這張畫紙 它不是很大 所以就不會很大 譬如你轉到這麼大圈的話 那就好像打風 所以要看看你要做的施工面積 如果你家裏是電視機場的 其實這個差不多了 一邊轉過去一邊轉過去 還有緊記轉的時候 不要這樣一旁一旁 你就會留意到看到好像有旁氣 做藝術顏料最重要就是 不要讓人看得到 觸到路 不要讓人觸到路 所以沒錯 隨性一點 還有做的時間 整個海綿是平面的 不用用力的 好 這樣我繼續轉 繼續轉 看哪些位置要到 剛才你也說過 其實這個系列 每個人都懂得到 阿欣不如你試一下 好嗎 好 我等了很久了 好 來 這裡 你可以在白色的地方 開始用剛才的方法 最重要就是不要有路 現在油比較多 你可以到處點幾下 隨意可以 隨意可以 跌邊位 你看到不會有白色 方向沒有問題 逆時針也可以 順時針也可以 最重要就是不要看到有路 這麼快第一個步驟已經完成了 沒錯 已經乾了 沒錯 第二個步驟 我們要做些甚麼 是否一樣 第二個步驟 其實也是用這個 剛才用這個海綿 用打圈的形式 做第二針 但是這次我們就加多一個工具 就是剛才所介紹過的膠灰池 因為如果我們用海綿轉的時間 我們會看到海綿露 這個膠灰池 就是令到它做出我們需要的紋理 就是我們叫做綾片狀的紋理 所以現在我們就可以開始做第二針了 一般情況之下 其實每一針大概30分鐘左右 它就會乾 做多少針呢 這個系列免油是做三針 做三針 第一針 剛才做過就是用海綿油 第二針和第三針一樣 就是海綿加膠灰池 我們現在第二針已經填了油 我們就需要用這個膠灰池 我們一樣是打圈轉的 但轉的時間 記住久不久把手腕拎一下 又是不同的地方轉一下 看到質感出來了 沒錯 所以是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角度 來轉這幅牆 我們需要的輪點作文尾 自自而言 會出來了 很感謝Victor 今天教了我們怎樣有藝術七 別這麼說 但我也想練習多些 想問一下怎樣參加你們公司的藝術七初階班 其實我們藝術七的初階班 是歡迎大家去參加的 無論你是師傅也好 你是業主也好 其實都可以歡迎 我們的課程大概是三個小時 裡面主要有一個半小時的理論 包括施工之前的準備 當然重點就是讓大家試試做兩個系列 第一個是阿拉伯 剛才我所示範的 另一個是金屬蠟 面頭的凹凸感會更厲害 很好玩的 非常好 三個小時的時間 好啊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都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 我想放上牆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為什麼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用 咦?塞了 糟糕 哇 磁盆的玻璃膠發霉 怎麼辦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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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你选好公司之后 那我们的配对专员还会陪你一起见证签约 确保你是明白合约的内容并且同意才会签约的 在工程开始之后 我们的配对专员都会定时上到你的单位 帮你视察工程进度 确保工程进度良好 那一般全屋装修需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在工程期间 如果你有任何装修上面的问题 都可以问我们的配对专员 E.C. Hope 赢你装修设计 安枕无忧 还有我们E.C. Hope 整个服务都是免费 完全没有额外收费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